你好 杨天真 你好 易丽静 你为什么想来帮我 是因为我打败了你家艺人马思纯吗 你的艺人被我打败后 经纪人就亲自上场吗 那经纪人被我打败后 在派谁来呢 我的妈呀 大姐 我是来帮你的 我来呢是因为想要签你 因为我只签冠军 你把我的艺人都淘汰了 你又赔不起 所以呢我只有指纹签了你 你为什么想签我 是想利用我赚钱吗 不然呢 难道是因为我欣赏你吗 我欣赏你懂事 欣赏你有礼貌吗 你现在已经这么缺钱了吗 大妈女装卖得不好吗 我现在可以申请去帮别人吗 不可以 我找你来帮我 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帮到我了吗 没有 你给了我机会帮你吗 你已经狠到我帮不了你了 不管我帮不了你 老天爷都帮不了你 你以为这样我就不会再问你了吗 你要不然问问其他人吧 好的 我听话了 夏张伟 我嗨又来了 你这一期讲过脱口秀吗 就让他talking 你知道你的表演里有 就是没有talking 就是没有talking 我已经说过去你的吧 去你的吧 这个媒体说是吧 王建国 我就不问你了 你知道你拿了冠军会失去什么吗 会失去亚军 你觉得滑涮吗 好了 乐到你了 听说效果文化炒CP这事 就是你教他们的 你知道这给我造成了多大影响吗 连张绍刚都要跟我炒CP 你放心 既然我要牵你 自然就会把你处理好 张绍刚 拿好这一百万 吐槽热力值 请你 请你离我们家静静远一点 我呢 知道你是怕没热度可蹭 我给你一个选择 你可以来蹭我的热度 我马上呢 要办一个 大马女孩的综艺 我要选一个大马女团 特别欢迎你来 参加 来感受一下 找到一些服装的灵感 你确定你要签我吗 你难道不知道 我是没人管得了的伊丽静吗 在场的各位艺人朋友们 你们还想听到这样丧心病狂的问题吗 我想好了 我签了他以后呢 就推行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伊丽静付费采访 也就是付费给我 伊丽静就不会采访你 我合同就带来了 待会儿投票呢 让他拿冠军 我立马就签了他 你们不想看到伊丽静 一签就安静吗 行 就马上投票 你以为你签了我 我就不会问你问题了吗 好了可以了 走吧我们走吧 签约去走 谢谢大家 我是伊丽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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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